新元时营 狂欢庆祝愁战销 寒冬十二月 大街小巷的商店都布置得五彩缤纷 圣诞音乐也不绝于耳 现代新流行一个名词 仪式感 似乎一定要有过节的样子 才算是生活 人们为了这个节 忙着采买礼物 忙着加班 好能休假 忙着参加各种派对 忙着布置屋内屋外的灯饰 尤其今年 在全球疫情笼罩下 大家更是想借着节庆的气氛 抒发一年来的郁闷与沮丧 可是有心理专家研究 将近一半的人 每年都会因为种种原因 心理压力大 得了假日忧郁症 Holiday Blues 欢度节庆 反而引起忧郁 岂不是很讽刺吗 那些被潮流推着走 非要有仪式感不可的人 有没有想过 到底为什么要过这个节 狂欢厌乐之后 曲终人散时 让我们安静思想 宇宙创造主的旨意 好给我们迷失漂泊的灵魂 一个安身之处 寒风凌凌 大地动 世事多变 人心交 商店装饰 浮奢华 狂欢庆祝 愁战消 教堂终生 悠扬起 淹没在 尘世喧嚣 圣诞意 旧为何 早已无人 愿明了 孤单寂寞 旷野地 由大好福音 临到 救主为恕我罪恶 甘愿出生在马槽 人生在世世难料 盼望是人的需要 靠救恩与神和好 就是生命的目标 天使出报 圣诞 家义 天使出报 天使出报 圣诞 家义 友们 受署和感情 说佑 天使出报 尋寞 经red 小悟 缘日 整个 oft 沙 杀 喝 天国君王今日将生